再次跟大家聲明 因為這件事情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 但是其實大家還是會有一點 分不清楚 你只要後面 你燙的時候 後面有一台機器在加熱 那個就是熱塑湯 或溫塑湯 因為它有很多名稱 可是那個 好 我們統稱叫它 它是有溫度燙出來的捲度 那跟你比如說 我們說的冷燙 就是以前媽媽在燙的 你會有一個比如說ET 或是蒸氣照著加熱 ET就是一台機器加熱 或太空 對 帽子加熱 那個不叫做 溫度燙出來的捲度 那個叫冷燙 好 OK 它為什麼要解釋這麼清楚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的燙髮的造型品 選擇會關係到你捲度的呈現 還有它保養 比如說GG 他說他頭髮就是感覺很乾 他抹完造型品還是很乾 但是我必須要講的是 你後面每一個捲子 都有用電線加熱的這一種 它一定要用乳液狀的 它不能用慕斯 我都用慕斯 慕斯抹完之後頭髮會越來越乾 慕斯是給那種冷燙 要蓬度的 有一個罩子 對 罩上去的 加熱的 要給冷燙使用的 因為熱塑燙它是因為高溫塑型 所以你選擇的造型品 要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選擇對了 你抹上去它不只是造型 它還可以幫你做保養 你豐完蒜的捲度應該是要軟的 對 但是如果你熱塑燙用蒜的捲度 應該會鬆鬆的 散掉的 乾乾的 毛毛的 那是不對的 所以選擇的東西 亂用 所以是我插錯了 對啦 但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燙了之後 就變成我如果想要這個捲度 我必須每天早上起來都要洗頭 是 OK 有兩種 沒有 有兩種 有一種是 你選對造型產品或保養品 你用完烘乾 或是你根部吹乾 尾巴自然乾 到隔天你就可以不用整理它 好 有兩個整理方式 因為其實這種整理東西其實是 真的要講非常清楚 不然消費者會混淆 比如說我今天我只是想要 讓頭髮捲肚在 可是乾的不要像這樣是毛的 對 好 洗完頭 用完潤絲或護髮對不對 對 先抹油 再抹水 不用沖水嗎 沒有 這個都不用的 這全部你護髮沖乾 沖乾之後 沖乾淨了 對 沖乾淨以後 出了浴室了 出了浴室 還沒有穿衣服 頭上還有毛巾的時候 對 毛巾 因為謝謝新美姐提醒 因為這個真的要講得很清楚 然後你就要先抹油 再抹水 好 毛巾打下來之後 先抹油 先抹油 再抹水 好 為什麼 因為當你頭髮濕的時候 你抹上油 在噴水的時候 你的油是被水跟水包在中間 第一層是你洗沖水的自癌水 第二層是你抹上的油 第三層是你有保濕跟抗熱的水 所以你乾了以後 它的捲度是軟的 而且是有光澤的 我是譬如說這一搓 噴完油 馬上再噴水 還是整顆頭都噴完油 整顆 然後濕濕 這樣濕濕 順了以後再噴那一瓶水 然後才烘乾嗎 對 才烘乾 然後另外一種 你就是一定要選擇是這種 就是它是 它烘完之後不會硬 然後捲度會很鬆 也不毛 尤其它是乳液狀的 然後它質地很輕 因為其實說實在 針對熱塑湯出的造型產品不多 維持捲度的這個不多 所以這個東西會比較難長 我們有最 ش彩的 才會比較難活 就可以了解